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他還有一個特殊的 叫做線上表單 線上表單 什麼叫線上表單 各位有沒有辦過 有些人有辦過活動 是不是會有要線上報名 也有些就是要人家填資料 填一些資料的活動 比如說辦活動 各位現在手上不是都有一個問卷嗎 你可以這樣填 這是一種方法 而且現在問卷 我看一下應該都比較進步一點 都是用那個什麼 好像用分數的 對不對 就那個 幾級的 現在好像都要改那種幾級式的 這個Google的表單都做得到 我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好不好 看這邊 看這個是 像 這個也可以 這是與我聯絡的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表單 有沒有 在這邊 很單純的 包括了 姓名 聯絡電話 吃素 吃婚 弄好了 那我還可以直接查看說到底有哪些人 像我直接查看那個 回應 我用另外一個看好了 這個 這個是他回覆的內容 他本身是屬於一個Excel 你看在這裡有沒有 這樣你了解嗎 他填完那個表單之後他就自動變成一個Excel 一個Excel檔案 所以你在做後面的 做那些文件 整理資料 統計是比較方便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這個Excel 在 Google裡面還蠻好用的 等一下這個我先不錄影 現在又回來錄影了 剛剛那段月會有一些 私人的資料 所以我就不錄 好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表單 你看在這裡 建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他 排在最下面有一個跟 試算表 長得很像的 叫表單 這個 你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就會開一個新的 那他會問你 請問你這個 表單叫什麼標題 這個你參考就好 因為不見得每個人用得到 就稍微demo一下 你可以選一個 你喜歡的樣式 就好像 網頁一樣 假設你喜歡薑餅人的話 好 選好了按確定 好 那麼 你的問題呢 你的問題 可以是一般的 就是所謂的 單選式的 你看我們一般 問卷上的問題 比較多 單選 複選 對不對 還有填姓名 那個都是屬於 單行 那如果你是填所謂的意見 是不是多行的 這個應該是比較容易 但是比較特別就是 像你們現在用的就是用數字表示的 對不對 用數字表示 所以這個上面也有 也有 那 另外 格狀的就是一格一格的 一格一格的去選 或者是你要讓人家 要挑日期 這裡也可以 他自己去點了說哪個日期 比較適合他想要上課日期 或比較適合參加活動的日期 那我現在呢 先簡單做一個給你看一下 好 你如果選好的時候 然後像我們現在一個 這樣選項1 對不對 好在這裡選項2 選項3 你可以自己調 萬一順序有需要就可以調整 如果這個問題一定要回答 這個勾起來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好那這樣就OK啦 所以 這個是第一題 我就按完成 這樣一題就OK了 如果你的 下一題跟他類似的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複製 直接複製 你就可以 相同的就直接繼續做 好這是單選的 那麼相對的如果是複選 就是那個 下拉式選單也是一樣 有沒有 下拉式的 假設我這個完成 你看這個是 圓鈕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屬於什麼 1 對 在這邊 我是用下拉式的 選項123 好那如果你是換成那種 數字表示的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1到 標籤 有沒有發現就這樣1到的 所以他蠻靈活的啦 給各位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 算Google表單跟別人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麼如果你最後 確定要了 你可以把這個 發布出去 你可以看一下他有一個 即時的 表單 你只要把這個網址給別人 他就可以進來填寫 所以比如說可能我們上課或延期的時候 你下次就不用再填這個 紙張的 他就直接線上填 填完的 對誰最好 對後面做的那位最好 因為那些統計都有 他都不用再做什麼 在key in 再去 幫你核對那個資料都不用 這樣很單純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好用的功能 蠻好用的功能 好 你去做什麼 好 來吧 來吧 好 我來吧 來吧